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ersay 那看到了呢 我的身后的Cable Car 就知道我们人现在在云顶高原 居然定海了这里啦 那终于现在开放了 我们来到了这边的旅游 而且呢 等一下待会也会给大家看一下 上个月新开张的 户外的是主题乐园啦 那有些外国朋友呢 没有来过这边云顶高原的话 给大家简单介绍 这边呢也是马来西亚 最受欢迎的山顶高山的一个旅游景点啦 那它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它平均的天气呢 这大概是18度到25度左右 所以相当冷爽 晚上就非常的冷 OK 然后而且呢 这边是有赌场 还有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身后的主题乐园 因为人都好 所以我们要戴上口罩 看到吗 登登 这就是Gianting Skywall啦 上个月新开张的 哇 超级棒 你看现场人潮 在还没有边境完全开放 依然那么多人 如果可以想象哈 有开放事业一号过后 很多外国朋友来的话 这边肯定更恐怖啦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个整个现在这个 这个的地图啦 来 看到吗 哇 整个很大哈 我们现在就在这边路口而已的 来 我们镜头靠近一点 来看一下 整个你可以看到好 都很好玩的哈 好 那我们现在进去了 拜拜 走吧 拜拜 宜翔 拜拜 OK Let's go 进 根据数据显示呢 2019年的房客 接近有3000万喔 而其中的700万呢 其中有在这边过夜流速啦 但是目前的酒店工艺也只有大概是1万间 这样子房间而已啦 所以非常的不足 那说了这么多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来到现场 要考察一个这边的云顶高原的这个项目啦 好 那我身后这边呢 那就是我们这边最新开发的那个主题乐园啦 每次来到园顶呢 都会经过在宏观圣经的清水园廟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还是人生的第一次来到这里 你看到吗 对不对 而且现在冷藏还满过的 那因为这个是位于海拔1860米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是我们的半山鸡 也是待会我们也是要给你去看看那个展厅 才把这个广场的效果 对不对 那还有呢 这个方向呢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早上的云顷高原的 哇 大自然悠悠整个山区 超美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半山区啦 那这边呢是属于叫permited area 如果你再往前走的话 就是我们的Gordon Jair啦 就是早期的一个商圈这样子啦 而这边呢是属于新开发的商圈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店铺 还有starbark 当然我们现在实际的位置呢 这个开发的项目的话是再往前一点 不是在这一边啦 可是呢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我们的展厅 所以我们现在来过来这边考察一下这个项目啦 那顺便说一说一下这边的地理位置 如果说你去到要从吉隆坡上来的话 或者你要下去吉隆坡大概是40分钟左右啦 那这边如果你要上到云顶的话呢 大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而已喔 所以如果说5分钟到10分钟的车程 我们这边附近除了有这个perman area的店铺 还有Gordon Jair 你还可以去到哪里呢 还可以去到我们的GPO那个名牌商场 还有那个这边附近也是一间国际学校 在highl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就是strawberry farm 还有b farm等等啦 就这一些大概就是在5到10分钟的 所以周边的设施算还算是蛮ok的啦 那来顺便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开发商的这个项目 开发商是谁就是Tropicana 那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这个是属于我们马来西亚四大的发展商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ok说一说我们现在的位置 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大蓝图先 那我们现在的这边高山的话 是属于3000尺的高度那个海拔 那一共平均温度就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可能是18到晚上会比较冷了 到25度左右 所以非常的凉爽啦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整个这边的land bank 就是最大的那它的地呢 其实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算是云顶是最大的地主嘛 那这一个开发商目前在这边算是第二个最大的 应该算是第二个最大的地主啦 这边整个它会有三个地块 那加起来接近有600英模 所以整个的发展大概会需要用大概20年左右 就这样子啦 来它会分为几个阶段 那我现在大概讲一下 那你现在看到第一个阶段呢 是属于叫Gran Hill 那第二个阶段呢 这一边是属于叫 那个 这一边是属于叫那个Paradise 还有第三个阶段是属于在国东家 那边叫Avalon 那我们说一说一下 它不是属于转发的 它是有些部分是一起同时开发的 我们说一下这一边 你现在看到这栋供应呢 是这一边整个发展的第一期 第一期 已经2026年将会完工 除了会发展这一边公寓以外呢 这一边也是会有一些公园啊 还有包括整个我们的 Silver Hair Village 就是算是一个养老村这样子 在国外是蛮出名的 因为天气冷嘛 所以有些人就想要在这边做退休啊 养老之类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这边也是会有这些Wellness Wellness还有国际学校都在这边 SoWellness的话就属于保健层这样子 可能会有一些Massass 还是一些保健 一些设备在这边 还有Adventure Park OK 那第二个这边第二个部分的话 2020 刚刚讲的国际学校 还有这个 大概都是会在2026年会落实这样子完工 那还有这个呢是属于第二个阶段 这边会有一个Entertainment Hub 这个很够力 OK暂时因为在细节方面 要等官方公布 预计可能是这个 我或者下个月就会公布整个这个Entertainment Hub 里面的有的一些一些Elements很够力 真的很震撼 如果因为暂时我们现在不能公布了 要等官方公布先 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私下联系我们一下 那当然第三个部分是主要 还有包括当会有一些零售 公寓等等这样子 OK 大致上整个这边的发展是给你知道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这一个公寓方面的话 我们就去往那边去看一下 走吧 OK 刚刚说的第一期的话 我们Green Hill就是有112英亩 第二期那个步段是308英亩 那Avalon有176 所以接近600了 所以我们看回这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期整个项目里面的第一期 第一期的公寓要重复几次 是因为第一期你们也知道是永远的是 价钱是最便宜的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两栋 大概是有1440个单位 那他的楼层高的话看起来很高 那A栋跟有大概55层楼高 B栋有56层楼高 大概是平均每一个每一层的话 如果是A栋是一层有15间单位 B栋的话一层有12间单位这样子 那这一个因为他的地理位置都很靠近零顶 所以很多买家investor的话 他们都会考量就是拿来做一些Airbnb 所以Airbnb的话可能会有大量的流客 入住住客之类的 所以他的一层的电梯大概有8加1个电梯 差不多就是很多了 所以就算很多人入住的话 那这个电梯还是足够可以去 去 handle这些Airbnb的客数 那些gas ok然后另外比较特别一个地方 你可以往镜头放大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边其实发展上有设计成一个 如果有旅行团体的巴士来这边入住的话 这边就是巴士可以停留的部分 接送一些团体客这样子 所以开发商已经有个概念 这边都可以拿来做成一个 就是接收旅客 游客在这边 因为上云顶可能就是酒店嘛 那想要更大的空间 这边有一房市 两房市还有更大的一些空间的更多的选择了 那除此以外这边都是刚刚说到嘛 预计2026年会完工 除此以外这些设施方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dining area这样子 所以你看玻璃式的 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空中 还有就是这边它的这个lobby 你车如果drop off上下接人的话 这边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这边来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那个大厅 都有点采认是酒店式那种那种feel 所以进来的时候感觉你好像进到hotel的那种感觉 来我们往后看一点 这边下面当然是停车位了 不过这个公寓呢 因为主要是做airbnb 所以没有提供停车位了 但是基本上都蛮方便 你可以跟酒店租这边的租街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游泳池 但是这个游泳池很特别 因为这边冷冷天嘛 如果现在下水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吸完水 所以这边也是很特别的 它是属于一个outdoor的heater 就是一个热水 算是一个热水的泳池这样子 来再往上进田 这边是小孩子的一个breakground 而且特别也是蛮特别 小孩子很喜欢 那你还可以在这边 这边设置层里面散步啊 吹吹下冷风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 就还有这个健身室 也是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个整个山 这个非常漂亮的景观这样子 OK 大致上facility是这样子吧 那楼层大概都知道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现场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示范单位跟交房标准 来这边去看一下 我们主要是会给大家看两个房型了 那其中这一个呢是小户型的 也是最入门级的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属于我们这边的studio studio是有点像酒店式的套房 它的平均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79到407 比first hotel算还更大一点点了 这有一间厕所 来我们这边就是你的房间 我们直接进去看一下 来OK 这边一进来就是你的单位了 所以你现在要注意 这不是这不仅仅只是样板方 包括交房的标准 你可以看得到跟这些一模一样 整个壁橱 包括这个洗衣机 这个算是洗衣烘干机二合一的 还有冰箱 整个这个组这个电炉抽油烟机 都是交房标准 然后除了这些小小的accessory 没有包括以外 基本上这个衣柜空调电视机床 但是床单没有了 还有这个橱柜 衣柜还有这些风扇 灯 这些都是交房的标准来的 因为原本就是你可以拿来做 Airbnb的concept 所以发展上都是提供 有这个全价值的一个电器的配套 这样子 当然这个这个窗帘的话 这样每个人喜欢标准就不一样 所以窗帘是没有包挂的 当然这种小小样东西也是没有包挂的 但是这些你可以看你个人喜好 你要摆放一些这样子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买了 就直接拎包入住的了 ok 所以很棒对不对 你就不需要烦恼问题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两房的 你可以看放大一点看一下 我们这边客厅进来厨房 那有两个房间跟两间厕所 这边是客厅 而且还有阳台的 这一款 它也冷天嘛 坐在阳台那边吹一下冷风 ok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两房 当当 如果说你喜欢有去过云顶 常常去云顶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说 你多一年去几次这样子 特别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有空没有空 尤其是KL人 特工特工就跑上去 已经顶这样子了 在下面留言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两房的 交房标准的话 这边是你的厨房的部分 同样的你看到这个冰箱 两个门的 包括这个整个抽油烟器 电炉洗衣机烘干器 这个厨房 这个壁厨全部通通 还有这个桌子一只 就是简单说 你现在看到的 除了这些晚晚叠叠没有以外 就是窗帘刚才提到的没有 还有床单也没有 其他都是有包在里面的 一些accessory部分没有 ok 电视机还有这一款的话 就是有自己的阳台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 美美的山景view的了 但这个是样板板 所以看不到景观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其实有一个虚拟连接 可以给你大概看一下 你的景观可以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 so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说我要看景观的话 我们就把那个连接放给你这样子 来这个是客房的部分 这边是其中一间客房 同样的就是有一个衣柜空调 还有这个床 床卤这些都是包挂的 然后厕所的话 这个是公用的 所以客人用的厕所 你看给的这个quality的话 其实都还算蛮ok的 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是属于主卧室的部分 那主卧室 哇 空间很大 你看这个还是 这个地方是pink size bed的 然后有自己衣柜 然后这主卧室的话 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厕所 这样子 ok so 顺便提一提 你可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主卧室的condition 还ok对不对 ok 顺便提一提一下 如果两房 因为这边云顶高原的位置 只是属于在八行我们彭亨州了 然后每一个州属 外国人的门槛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彭亨州的话 外国人只要是七百千 马币七百千跟其他州属不太一样 其他州属都是一百万对不对 这一点只要马币七百千以上 就是大概是两房是稍微比较大管的 你就可以外国人就可以买了 七百千 所以很很适合一些外国朋友 如果你想要买自助也好 或者是投资也好 这一些你可以考虑 就是两房大房 两大大型的两房 这样子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大致上主要是讲 顺便提一提就是物业管理费 这款的物业管理费 因为你可以看它是在高山区 单位就是有这些facility的话 它的物业管理费大概是每平方程 五毛半左右 所以刚刚这个两房的话 刚刚那个建筑面积的话 是七百三十一平方尺这样子 大概是四百块马币左右 好 来我们现在过来这边 ok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下总结一下 然后那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了云顶 来看一下这边的房产项目 所以就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考察到所了解的一些项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可以把一些更详细的资料 可以发给你这样子 如果有顺便来说一下 总结一下 你顺便可以看一下 来我们退后一点 我在一边讲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一些video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再发那个链接给你 我们做一下总结 这一个项目呢 很适合一些investor 一般investor方面 我们都是要叫你投资 你如果有接触过我付货 我都很少建议你投资信三 一般都会介绍你投资KL 那现在呢 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分享 这个圆顶呢 如果特别你是想要做 就是比较保守 是想要收租的话 那这边的租金 就是如果你拿做Airbnb 它的回报 大概是平均可以拿到8-10% 很高 对不对 全码方面信三 就算是吉隆坡 你能拿到5-6%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这边有8-10% 非常的高 对不对 这个是要分看旺季还是单季 这样子啦 OK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说嘛 这边的公寓呢 很适合做Airbnb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如果想做Airbnb 你可以自己管理 你可以买几间自己管理 要不然就是你去交给一些贴 就是这边的operator 来帮你做管理这样子 然后第三呢 是有提到嘛 我们这边云顶的住宿 大概是一万间房间 这样子而已的 是所以这云顶高原这边 然后这边呢 因为住宿方面 你看那个人流量traffic 那个visitor方面都很高 所以就这个demand 就是多过supply 因为目前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的supply 公寓方面 其实也没有算很多 这样子嘛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 有朋友想要来这边自助 想要一个冷冷天的话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有冷冷天的地方 就是金马轮啊 云顶啊 但是如果说你要设施 比较完善 又是比较有灯槽 而且将来如果你想要再转售的话 有这个需求的话 将云顶或许会更理想一点 所以很适合做一些冷冷天 来做推秀 自助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有讲到 那云顶整个你可以看到最近 这几年很多一些公寓开始 也不到很多 就是有一些公寓开始起上来的 但是这一个呢 项目呢 也是唯一一个 算是目前了 他是属于township 是建整个township的 所谓的township 就是他不是建了公寓 一动就拍拍屁股走了的 还有建学校 还有建这些wellness 还有建一些商场 这样子的东西 特别是等一下 这是特别是这整个完善的一些设施 然后所以他这一个他township developer的话 他未来可以给到你的potential value 会比一般的建一动的还要更高 对不对 OK 然后另外也是偷偷告诉你 除了这个开发商以外呢 那如果一个好的地点 又钱的地点 一些大型的发展 也会进来买地 对不对 大概说你如果你去上网去查看的话 pavilion你们应该很熟悉吧 pavilion是一个很出名的集团 他在这边我们这个项目的附近 买了280英模的地 也是最下来准备 陆秀会再发展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pavilion的东西都不便宜的 那现在你买的话pavilion还没有 还没有正式真的launch 所以你现在买的话是比较低的价位 那将来以后的potential会更好 对不对 那当然刚才有提到就是外国人 可以买700千以上的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在八行方面 然后另外也是强调说 你现在买第一期永远都是最便宜的咯 还有就是请留手下 如果说到时我们应该是陆续 只要我们开发商那边有公布了 我们就会把最新的那个entertainment hub 的自信详情发展 这个很够力真的 我那个里面的内容 或许或许 除了云顶高原以后大家来的时候 不只是去赌场 不只是主题乐园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在就是我们的paradise 这个entertainment hub方面的话 里面有超多好玩的东西 都是有世界级的东西 但是这个我们等官方公布的话 我们会发发发发在我们的 那个facebook 还有youtube 大家可以参考 所以如果你想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不管是在新生KO 还是这些房产资讯的话 我们有一个群组 你可以加我们的一些 可以加我们微信 加我们whatsapp 我们会把你加在这个群组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蛮长的 有什么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电话联系 谢谢你 拜拜